正耳欲聋的螺旋桨声响 加上强劲的风势 海军X拐动C反潜直升机 从远方缓缓下降 这回难得在绿岛机场现中 军方证实是年度空城空域例行操演 国军应对共军的水下兵力持续成长 海空两军反潜战力训练 可一点都马虎不得 国防部下半年规划的空城空域操演 就在十月中旬陆续展开 根据渔业署公布的资料 十月二十一号下午两点到晚上六点 在高雄左营外海 包含海军的X拐动C 以及空军的P3C都会出动 限制高度分别在六千池以下 以及一千池以下 国军两大空中反潜战力 跨军种配合操练 记住在中层的高度 侦测到潜舰之后 他可能要下降高度去投弹 或是投资声纳浮标 那这个时候就涉及不同的空城 空城指的就是航空器飞行的高度 由于在反潜作战中 任务机需要频繁变换执勤高度 而在同一个空域内 不同空城的任务机 如何协调作战也是训练重点 国军近年也持续增加 夜间训练的频率以及时间 不让敌军在夜黑风高的时候 有机可乘 因海空机的机械 在夜间航行训练设计的时候 它的风险可能叫日间来讲 那当然这些夜间过程 或夜间训练比较累 但是无论如何 它就是针对中国的威胁 自己增加而有所增加 保家为国不分白天黑夜 因应敌情调整训练内容 不给月雷池的机会 华智新闻 张在阳光上陈君毅 台中台北通知报道 哈喽 我是蒋新梅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智新闻YouTube频道